花年的赤柯山以及六十石山以满山遍野的金针花海闻名 不过今年却是呈现两样情 赤柯山金针花盛开 但六十石山却因为干旱花开的稀稀碌落 而出了干旱也受到了零四零三地震以及台风的影响 尽管产业道路已经抢修通行 但是前来的游客却不到两成 让当地的民族业者只喊快要过不下去 来这里这里这里拍这里漂亮 黄澄澄金针花海布满山坡满山金针花仿佛一座黄金山 民众漫游黄金地毯般的花海拍照每不深收 这里是花莲玉璃赤柯山 花莲每年八月九月金针花季到来 虽然花田盛开 不过今年受到花莲强震及多次台风的影响 逗访游客不到两成 民宿业者陷入了艰困的经营状况 九月份的情况还是比较差的 大概不到两成 同样是金针山副里六十石山 山况更惨因为三四月时缺雨干旱花开的稀稀碌落 农田水利鼠预计在山上新建大型储水槽改善 六十淡山我们有去大概五趴吧 去水石设置好 我们能够收集雨水之后 都能够送到我们每一位农户的田间 尽管产业道路已经抢修通行 但民众还是会担心上山安全 为了振兴花莲的观光产业 行政月推出加码补助方案 民众每个月可以申请一千元到花莲住宿使用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到花莲 记得沉浸夜花莲采访报道